感谢朋友们来到军委谈心 我几年前就开始不断的讲新加坡的公积金的重要性 最近公积金做了一些改革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我们把公积金的制度再讲一遍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是之前我所有做的公积金内容的一个补充 一个更新 许多人都知道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好 但大多数人对其只是一知半解 因为这个制度确实有点复杂 今天这篇视频通俗讲解了公积金在各方面的细节 尽可能做到全面 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公积金 CPF也就是新加坡的公积金 是一个社会保障体系 不仅仅是帮助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为退休储蓄做出规划 而且公积金储蓄还可以用于住房 医疗保健 教育和一部分的保险 您可以把公积金账户看作成一个银行账户 这个账户里面有利息 此外公积金的存款也可以用来投资基金 以达到更高的回报 不过公积金账户的流动性会受到限制 账户中的钱是不可以随意支取出来的 只有在一些特殊条件下才可以取出来 公积金制度是新加坡举足轻重的制度 是新加坡人安生立业的最基本的保障 也是国民非常重要的一笔财富 这个制度从新加坡独立之后 一直不断的进行完善改进 与时俱进 以适应社会的变化 和人们不断提高的期望 在55岁之前 公积金分为三个账户 每个月雇主和雇员都要缴纳公积金 三个账户如下 OA账户也就是普通账户 它的用途是住房保险和投资 IC账户是特别账户 它和退休相关的 MA账户就是保健储蓄账户 适用于住院医疗费开支 以及一些货批准的医疗保险 谁需要缴纳公积金呢 所有新加坡公民和新加坡的永久居民 每月都要缴纳公积金 全职兼职或临时受雇的 也都需要缴纳公积金 若是自雇人士 只需强制缴交保健储蓄 其他的则由自己自愿缴纳 自愿缴交公积金可按比例分配 进入到个人普通特别和保健储蓄账户 我们要强调一下 在其他某些实行公积金制度国家 人们通常有尽量支取公积金存款的意愿 但在新加坡 人们更愿意尽量的将现金 存入到自己的公积金账户 与取得更高更安全的收益 这个是新加坡公积金靠谱的一个证明 好 那新加坡的公积金缴纳比率是什么呢 不同年龄组的公积金缴纳和分配率是不同的 以确保工作者的就业能力以及满足他们的人生不同阶段的需要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从工资中提取的比例和为公积金账户控款的比例会下降 但是保健储蓄账户的分配比率会增加 这是为了满足医疗保健的需求 特别是在退休期间 55岁及以下的 那么雇主呢是缴交薪水的17% 雇员缴交20% 这样整体缴交率是37% 55岁到60岁的人士 雇主缴交从17%减少到15% 个人从20%减少到16% 这样呢 总缴交率为薪水的31% 那在60岁到65岁的人士呢 雇主缴交降低为11.5% 个人缴交降低为10.5% 总缴交率为22% 65到70岁的人士 那雇主的缴交率下降到9% 雇员缴交7.5% 总缴交率为16.5% 那70岁以上的人士 雇主的缴交率为7.5% 雇员缴交5% 总缴交率为12.5% 虽然雇主和雇员按照一定的比例 缴交公积金 但是公积金的缴交比例 也是有薪水的上限的 施贤的上限为每个月薪水的6000 假如每月薪水超过了6000 即使薪水达到了1万或者2万 公积金的缴交率 还是按照6000的20% 所谓雇员 雇主缴交17% 不过这个薪水的上限 现在有所改变了 那在2023年9月1号开始 这个薪水的上限已经增加到6300 从2024年1月开始增加到6800 那从2025年1月开始增加到7400 从2026年1月1号开始增加到8000元 也就是说到时候会按照8000元 这个比例来缴费 那每年缴纳公积金的金额的总数 保持不变 封顶是在10万2000元 公积金有什么优势呢 首先它是无风险高利息 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它是无风险的 而且是相对比较高的利息 本质上来说 这就是政府免费为国民理财 回报还不错 公积金的人们的钱 政府主要用来投资债券 任何投资都要付出成本 但是你我却没有付出什么成本 也没有付出金利 只是简单的把钱放在公积金账户 就能得到不错的利息 公积金另外一个优势就是 它有多种的退休方案选择 每个人的退休目标不同 家庭情况也不一样 CPF Life公积金的终身年金计划 也有不同的选择 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公积金 它是可继承的 由于公积金都是独立的账户 所以如果公积金会员离世 继承人是可以领取 CPF Life账户中的里面的剩余价值 以及在公积金其他所有账户里面的余额 每年年底公积金的利息 就会转入到你的公积金账户 所以将来能继承的钱 就包括了自己已经缴交的公积金 和雇主缴交的公积金部分 公积金可以用来投资吗 当然可以 公积金制度给了国民 用公积金存款去投资的机会 用CPF做投资 只跟两个账户有关系 一个是普通账户OA和特殊账户SA 考虑公积金投资前 一定要记得公积金本身的利息 普通账户有2.5% 特殊账户有4.08%的利息 公积金SA账户的利息 在今年的也就是2024年的第一季度 是4.08% 在第二季度调整为4.05% 保底的利息还是4% 所以投资回报率 一定要高过2.5%和4.08%才有意义 否则只是白忙一场 还担着风险 公积金局对于OA和SA 两个账户的投资限制也是不同的 请看这张图片 用OA账户投资 在OA账户里面必须要保留2万元 2万元以上的部分是可以用来投资 而在SA账户中 这个限制是4万元 4万元以上可以用来投资 OA账户的投资 可以投资的种类比较多 有股票黄金高风险的挂牌基金 以及主动管理的基金 不同的资产配置的比例 也不禁相同 SA账户中可投资种类相对比OA要少得多 公积金局也不会让人们冒险 买风险比较高的基金 因为SA账户的钱是养老用的钱 不能有闪失 因为公积金里面的钱是安身立命的钱 政府会非常小心的 就怕因为投资失利 而对每个国人将来的生计造成影响 目前公积金里面的利息足够高了 作为一个稳健保守的投资者来说 能拿到这样的收益已经相当不错了 我们家庭可投资的资产 本来就是要把主要的部分 放在一个比较稳健的基金组合当中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用公积金 SA账户的钱去投资 除非你的公积金资产储备已经相当多了 并且占了你可投资资产中的相当大的比例 这时候你可以拿一小部分的公积金 去做一个长期的预期收益比较高的基金 如果你想要了解用公积金OA账户来投资的话 可以随时联系我 我才96560014微信 汉语拼谈心很干好 那公积金的安全性怎么样呢 公积金账户的钱是获得政府的全额担保的 所以是可以被称为是无风险的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 存入到公积金里面的钱到底投资在哪里 以及它是怎样做到 能为我们带来稳定持续的回报的呢 公积金里的钱是由公积金局投资于 由新加坡政府发行和担保的新加坡特别债券 这个特别债券是不可交易的债券 主要是为了满足公积金局的投资需求 根据国际信用评计机构 例如穆迪和标准博尔 新加坡政府是3A级的信用政府 新加坡政府发行的可供交易的投资型债券 成为全世界持有的最安全的投资之一 所以您在公积金账户里面的钱 是完全不用担心 是非常安全的 公积金制度的最主要的功能 其实是它的退休功能 据预计 目前65岁的新加坡人 有一半人的寿命会超过85岁 三分之一的人们则会超过90岁 活上百岁 在好多国家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 因此我们要为自己的百岁人生而做准备 刻不容缓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退休生活负责 在哪个国家都是如此 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 是一个非常靠谱的个人理财工具 退休养老要依靠它 那么当我们55岁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 当你年满55岁的时候 您的公积金账户会生成第四个账户 就是退休账户RA 这个户口的存款 将由个人特别账户和普通账户中的存款 转入到以全额退休金数额为上限 作为自己的退休金 从2025年开始 年满55岁及以上的公积金会员的特别户口 也就是特殊账户 IC账户将被关闭 这是一个新的规定 特别户口内的存款将转入到退休户口 填足到全额存款后 剩余的会转入到普通户口 也就是OA账户 这样来 之前在55岁的时候 会有四个公积账户 但是从2025年开始 年满55岁人士的特别账户就会关闭 这意味着什么呢 从前公积金存款多的人 可以利用特别账户做一个免费无风险 赚起相对比较高的利息 比如我在特别账户的钱足够多 我转入到RA账户之后 这钱还是足够多的话 这时我可以利用无风险的账户的利息 4.08%的利息一直放里面存着 滚动 然后我想取的时候 这个账户还有灵活性 比如我今年想取个一万块 明年想取个几万块 只要我账户里边我不动它 它可以一直保留 但是从2025年开始 这样的好事一去不复返了 为什么呢 我觉得一来是要维持无风险 4%以上的利息 政府的投资机构面临的压力很大 另外之前的制度 你想政府给我们4%的利息 它一定要赚取更高的利息才可以 而且还要除去它所有的管理成本 给我们带来纯的4.08%的利息 压力是非常大的 也是不容易做到的 另外之前的制度 只让资金宽裕的人们受益 这带来就有点不公平 那么接下来我们所有人 只有增强自己的理财和金融知识 了解投资的必要性以及风险 才能赚到更高的利息 如果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那么只能将来把钱放在普通账户里 赚取2.5%的利息收益 所以我建议 如果您的资金在欧位账户里 可以考虑把它拿出来投资 因为2.5%的利息是跑不过通胀的 当然投资的前提是要 一定要了解风险 这方面大家可以随时联系我 好 为了帮助人们及早规划退休 这个基本的退休金额 也会提前告知我们 对于往后的退休者 支出的需要更高 以应对长期通货膨胀 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 相应的 在55岁要留存的基本退休金额 也是必须增加的 那么CPF Life是新加坡公积金的 终身年金计划 为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 提供了终身每月的支付 会员可以选择随时领取每月的年金 那公积金终身入期的计划 有三个方案 三个计划各有不同 每月领取的金额也有所不同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表 第一就是标准计划 标准计划就是领取终身 不变的一个养老金的金额 还有一个是递增计划 递增计划是什么呢 就是刚开始每月领的金额比较少 之后每年金额递增 目前是按照每年2%的递增幅度 如果你担心通货膨胀 东西越来越贵 并且也不介意一开始每月先少拿点 那么这个计划可能就比较适合你 还有一个是基本计划 基本计划就是开始时每月领的钱 就比较少 接下来的入息也会逐年递减 这个计划适合本身在公积金里面的钱就不多 或者是有其他方面资源的养老的人士 好大家一定想知道 在公积金的终身入息计划下 每月能领多少钱呢 选择了公积金终身计划的方案之后 你每个月能获得多少入息 这要看你加入计划时退休户口 以及RI户口的存款额放了多少 放入公积金终身入息计划的存款越多 每月的入息就越高 你可以通过填补公积金退休户口 来增加你的每月入息 最高填补额是以超额存款为定限 不管我们的寿命有多长 我们都可以至少拿回我们投入到公积金终身入息计划的本金 这个表格最右边那个图是看到了 我们在55岁的时候 以公积金存款达到的多少 那么将来就可以在65岁领取退休金的时候领取的金额 领取的金额在最左侧 如果您的公积金账户在55岁的账户达到了35500 那么每个月只能领取350到370 如果达到了6万 则每月领取540到570 达到了96000 可以每月领取790到850 达到了12万 可以每月领取960到1030 达到了19万2000 可以每月领取1400到1500 达到了20万 可以领取1520到1630 达到了28万8000 可以领取2140到2300 当然更高的超额存款也是可以领取到的 好 那么在新加坡工作的人士有本国人和外国人 那么在新加坡工作的外国人士 他没有公积账户 但是也一样可以做退休规划 因为政府有一个退休辅助计划 SRS来规划退休 对于外国人士来说 可能很多人也是想要长期居住在新加坡 但是可能来到新加坡工作已经超过30岁了 拿到PR之后可能要356岁都有可能 退休规划已经可能落后了 所以尽早补上也是明智的选择 可以在拿到PR之前就先开始做SRS的退休辅助计划 新加坡工民和PR也可以做SRS的退休辅助计划 增加自己在退休时候的年金收入 而且参与到SRS的退休辅助计划 也可以减免个人所得税 外国人最高减免的数额为每年35700 新加坡工民和PR最高减免金额是15300 最后填补公积金的SA账户 也可以享受税务减免的 减免额套的上限为每年8000 我们可以为自己的账户每年填补8000 也可以为父母或者岳父岳母公公婆婆 或者配偶以及兄弟姐妹填补另外一个8000 填补的金额也可以享受个人所得税的减免 当然只有对当前的全额的退休款项 2024年这个款项为25800新元 以内的SA或者RA进行现金补充 才有资格获得税收减免 另外一个要知道的是税收减免的金额 受到每年个人所得税减免的上限 8万新元的限制 也就是我们不管有任何的理由 或者条件来进行个人所得税减免 最多每年减免的顶限为8万新币 好我们今天基本上又把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 讲了一遍 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更新 之后我会不断的补充这公积金的相关的内容给大家 好 今天节目到此结束 我是高俊宇在新加坡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